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黃仁勳來台灣了,對吧? 還跟一堆科技業大佬逛夜市還有聚餐拍照對不對? 像是華碩董事長啊,英達業董事長啊 台積電創辦人啊,聯發科董事長等等等等這些人聚餐 也非常多的中國反賊啊,發現了這一點 並且感嘆到啊,辦的這桌餐會每桌平均不到四五千 也就是一千多塊人民幣而已 這些大佬的身價加在一起超過兩千億美元 你把這個社會價值觀念套到中國社會氛圍去 小粉紅你們應該也不否認啊 不要說這麼功成名就的人 哪怕這個自己有一間中小企業的公司老闆聚在一起 哪個排場不比這些身價兩千多億美元的人大 確實他們在中國的時候很少看到這樣的情形 而黃仁勳脫口說出了一句讓所有小粉紅都破防的話 他說台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他是電子行業的中心 計算機行業是因為台灣而建立的 所以啊,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我們一直在台灣投資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國家 當然這是我們的公司的商業 我非常驚訝 台灣會繼續在世界的技術中心中 所以,繼續努力 而小粉紅這次卻不敢大喊抵制啦 中共官方也不敢說要制裁 你這波制裁下去你的GPU啊顯卡啊 你通通不能弄啦 這個市占率超過七八成的 這個通通禁止掉你小粉要弄什麼 鴻蒙系統 首克的顯卡還是怎麼樣 或者說會爆炸的顯卡 這可跟一般的明星藝人講出這種 所謂錯誤言論可不一樣喔 你這個明星藝人啊一脫口說出這個的話 你可能不出三天全網封殺 他抵制在中國沒有市場了 掰掰不好意思 你抵制不了 因為你發展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是需要他們家公司的 例如另外一家公司 台積電 為什麼他敢配合美國的政策 不賣高級晶片給中國 而中共不敢反向制裁說 好啊 那你連高端不賣給我對吧 我連你中低端晶片我都不買 中共不敢這麼說因為他需要 而我們是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說 好啊 我決定台積電不賣了 到時候藍白又出來亂嘛 說你們一定要獨裁對吧 而中共現在也只敢制裁ECFA的 一百三十四項關稅 今天如果是迪力熱巴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 蕭敬騰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 不出三天啦 馬上全網封殺 連東山再起的資格都沒有 當然啦還是有一些少部分的粉紅 連投資什麼都不知道 還在嗆說 這是什麼東西啊 他說的話能信嗎 帶大家來看一下 新聞原文呢 問號 你看 你不翻牆 連這個事情 都不知道 光不荒謬 央視都不敢報導這一條 在新聞聯播上不敢講 必須反制 恰恰作證了 天朝 芯片突破了 英偉達的估值 馬上就要到盡頭了 這禍級了 通常我們是不打嘴炮的 然後默默的幹活 悶聲發大財 買獨立顯卡的技巧 取消了 對自己的產品 未免太有自信了吧 現在 大陸的生產水平上來了 能力上來了 不需要他們過後 他們就破罐子破摔了 看樣子黃仁駛有點急了 在中國大陸賣東西不好使了 你看你還能嘴硬多叫 一旦回歸 英偉達就國有了 娃娃除了晶片還有什麼呢 一個落後的二三線省份 被吹成飆桿 還電子業 還計算機 電子業包含了多少個產品呢 幾十萬幾百萬個產品吧 統稱電子業 萬萬能製造了才有多少種呢 問號 大言不慘 你看這個粉紅 就是沒有見過市面 你們知道 中國的 GDP台商 佔比了幾% 你粉紅是認為你跟黃仁駛比起來 你看得比他多對吧 所以你否定他的言論 比如說這個經濟學人跟 狂新聞 當然是狂新聞比較客觀 狂新聞比較公正 粉紅大概就是 這一類的邏輯 黃仁駛是什麼 我說了才算 然後 下面還有一個粉紅更好笑 他說黃仁駛真的有這麼說嗎 如果他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怎麼會沒有新聞來源呢 就一個博主簡單幾句話 就可以顛覆一個人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嗎 大部分的網民是非理性的 沒有基本判斷能力的是非 黃仁駛到底有沒有說這樣的話呢 如果有的話 新聞早就鋪天蓋地了 容不得你這種不知名的博主 造謠 這個就是資訊差的產物 黃仁駛有沒有說 我相信全世界除了小粉紅之外 大家都知道要 喔有小粉紅說我不買了 我不要買了 但是你們知道嗎 去年的時候啊 英達偉 和其他製造商就已經說了 我無法再向中國出口 RTX4090的晶片 你們這些顯卡我通通都不賣了 但是低端的我可以賣 你們這一波庫存啊 先前出貨給你的 如果賣完了 就真的賣完了 除非你從這個 第三方的管道 拿來那當然會更貴 而去年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中國各大小的商店 都在炒作這個顯卡的價錢 對吧 去年炒4070 4080 現在4090 這三款 小粉紅的商家都在炒作 去年 我還做過相關的影片了 所以 這不是說 抵制不抵制的問題 是人家不想要賣給你啊 而在 中共軍演的前一天 5月22號 靠近菲律賓跟台灣海域的中間 中國有一叫 無人機 墜海 而中共官方第一時間就給出了坐標位置 並且指出啊 這是民用海洋環境和地磁測量的 無人機 而這個消息都是默默的報導 在我中共的海事網站報導 微博跟央視並沒有說 中共無人機最海了 沒有 你說網路上現在有幾個人知道 很少喔 所以搞不搞笑 怎麼軍演的前一天啊 聯合起瑞號這個托船 乘船之外 還有一架 無人機也最海 美國報導啊在5月29號也證實了 5月22號當天 中共確實有無人機最海 而美國也立刻拍出了探勘隊並帶上了 加油飛機 去尋找 中共的無人機 所以可見 這不是中共自己說的 民用 這麼簡單對吧 肯定是軍用 偽裝成民用 不然美國也不會拍出 偵察隊跟加油飛機 加油飛機就是要續航 因為你收舊是需要 耗費大量的 郵攬料 對吧 當然啦還有另外一種猜測 中共為什麼敢給出坐標呢 因為墜機是真實的 但是墜機的位置 可能是中共 亂給的 來誤導美國 那看來中共以後我覺得你們還是減少軍演好了 你看 一軍演啊 3D動畫軍隊一出啊 5票大跌 飛機最海 船也成了 搞得像台灣在對你軍演一樣 對吧 還有這個F16V鎖定你們的殲16 還有轟6 你們的這個反偵察能力跟 電子干擾我們偵察你的能力通通失效 而川普前幾天不是說 在他執政之下 中共如果敢打台灣的話呢 我就佔你北京嗎 那這個消息昨天被中共國防部發言人痛啊 嘿 川普這個言論啊非常的喪心病狂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一名中國愛國學者 我相信頻道的老觀眾應該不陌生啊 當初這個人啊 還被台灣驅趕出境 他是誰 是武統大師李毅 他現在被欠薪快一年了 每個月還要跟高達89歲年邁的老母親討要生活費 而他自稱是被當地廣東的黑夜市李給打壓 看來真是求人得人啊 他也曾經說過啊 要中國犧牲一億多的人口啊 拿下台灣也沒關係 如果中共20天內打不下台灣 那這個政權啊 乾脆滅亡好了 習近平下台好了 你看李毅多次 妄議中央 要求解放軍 中共中央 打台灣 而李毅也知道 打台灣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不是像 那些打螺絲的粉紅 髒口就來 一顆導彈下去 解放軍贏了 人家是真的有做功課 而這樣的愛國學者 怎麼會被欠薪呢 怎麼不受中共的重用反而停止了呢 問題就在 李毅他是極端的激進派 而中共要不要打台灣 勝上自有定奪 所以我們才叫做妄議中央對吧 你天天在嗆 我要打我要打 犧牲一切 對吧 那我不打 你們又說我口嗨 我現在要打的問題是我還準備不足啊 那我總不能說出來說我準備不足吧 那我說出來敵人獲取我的情報的資訊不就更容易了 打的肯定是失敗嘛 我說現階段 那你李毅明明就知道我現在能力不足 你還天天群揚武統 你是不是想要借用武統台灣 然後發動政變 讓你 支持的那一派勢力啊 可以控制中共中央的政權 讓習近平下台 也有這個可能啊 雖然你李毅的言論都是愛黨愛國 又是一個武統愛國大士學者 那我確實也不方便把你當作一般的粉紅那樣 鐵拳幹掉 所以中共不能直接明著來對你一直按著來嘛 停發你工資啊 然後挑起一些你們這個 階級的社會矛盾啊 然後找黑社會搞你啊 但事實上就是中共找人斷你財路嘛 讓你少說話 講難聽一點 我是不是也常常呼籲粉紅要去天安門抗議啊 遊行啊 呼籲中共趕快發兵打台灣對吧 搞個活動露臉拍片嘛 但是小粉紅都有知知之明不敢這麼做 那李毅的論述起碼在這一點煽動小粉紅造反 跟我是差不多的 但區別就在於我跟他是不同國家的人 所以今天被鐵拳的人是他 不是我 一個五六十歲的愛國學者 混成如此地步還要啃老 也依然要愛黨愛國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只能說李毅是真正的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想打台灣的 比起你們這些打螺絲的粉紅還勇敢多了 起碼他不會因為被打壓而改變他的想法 哪怕打壓的人就是他堅持的那個想法 雖然他是台灣的敵人 也是我的敵人 但他的毅力跟精神 是我敬佩的 所以我不會去貶低他這樣的一個人 而過幾天馬上就是6月4號了 香港在國安法23條之後 最近 以這幾條罪名 抓捕六位香港人 因為這六名香港人 在臉書上 發表六四相關話題 而香港政府與警方發表這個抓捕的公開書的時候 對新聞媒體講的時候 連六四都不敢提 說什麼呢 他們在網路上 散播 具煽動意圖的訊息 違反國家安全法 為理由 六四曾經在香港的反送中之前 每年都會紀念 悼念對吧 甚至還有一個紀念館喔 現在全都沒了 可見在槍桿子 與利益的驅使之下 自由 甚至是民主 是不能戰勝極權的 雖然香港是沒有民主的啦 但相對中共治理的所謂內陸省份而言啦 那你說現如今的中國人不懂六四 尤其是新年輕一輩的 情有可原 對吧 但香港人呢 香港警察跟香港政府 他們不知道六四是什麼嗎 在反送中之前 年年都在紀念 這件事情在香港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到現在 你們卻不能紀念 何其的諷刺呢 曾經有人說要讓中共 看見香港的自由 或是看見台灣的民主 而去感化他 沒錯 你只說對了一半 這個感化 只能在 對方的政府 沒有槍桿子 去逼迫他們 人民的前提之下 如果今天 有槍桿子 在後面逼著你 雖然你心中有良善 你想要民主 但大部分的人 是不會動 從這次花蓮罷免 就可以看得出來啦 非常多的人私訊我 說我怕這個 花蓮網找黑道報復 諸如此類 你都知道在台灣 罷免跟投票是一個民主 賦予你的權利 連在我們 相對中共 這麼自由民主的國家 這些想要罷免的人 都這麼的害怕 而 後面還沒有一個明確的 政府 為止的槍桿子 而中共呢 他是不僅會有黑勢力 他連白的 政府單位 全部都是 中共 那你說 在那樣的前提之下 他們怎麼 敢 發聲 他們怎麼敢 站出來 對吧 連我接觸到的那些人都不敢 更何況 比你條件更苛刻的那些中國人 所以對於中共這個槍桿子來說 你越是跟他玩 規矩 那被搞死的只有你自己 因為他可以毫無規則的跟你玩 而你必須遵守你自己定的規則 否則他就會說 喔 你不遵守你自己定的規則 那我沒差 因為我是流氓 對吧 這個 套路 在台灣 認知作戰已經兩三年了 你們回去想想 有沒有曾經被這樣的套路模式 給利用過 而被中共默默當了一個有利用價值的笨蛋 大家去想一下 而這些香港人 最常有可能會被判 七年的有期徒刑 這讓我想到去年 有香港人來到自由廣場 紀念就是嘛 他們都說 我都不敢公開紀念 很可怕 其實聽到心裡是非常沉重的 即便我是一個台灣人 他們就買了機票來台灣兩三天 就是為了來這個 參加六四紀念活動 因為香港沒辦法紀念 而中共 又成功的讓一個地方 少了六四的記憶 只要是中共極力想要打壓 或是封殺篡改的記憶 那肯定是對他有非常大的傷害 你看這個同情悼念六四 並不是出自於 喔我們台灣人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同一個國家 No 大錯特錯 我們的共同點是什麼 我們雖然是不同國家的人 但我們都面對 中共的迫害 我們都面對過 國共的極權迫害 而這兩黨 如今 還虎視眈眈的 在合作 這兩黨 還想繼續 去破壞我們台灣人 破壞中國人民 所以六月四號大家有空 請務必站出來 在自由廣場 活動從下午兩點 到晚上九點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白豪 下次見了 拜拜